你好 今天聊一个话题 最近在国内的社交媒体、微博、抖音上看到 在疫情管控、风控以来 一批台湾艺人在社交媒体上比较活跃 各有各的类型、各有各的特征也挺有意思 我就聊一聊 首先,我给他总结了几个代表 第一个代表,精准发财代表队 这里面就包括刘更宏、王心灵、周杰伦、罗大佑 周杰伦是因为刘更宏跳操的时候用他的歌 《本草纲目》一下把周杰伦的好多老歌翻出来 流量很大 王心灵最近也是在抖音上发什么 反正又火起来了 肯定后台也给他推 罗大佑是开网上演唱会 有一些怀旧的情节 有一些舒缓的音乐 这些中青年就能够得到疏解 其实像罗大佑 比如罗大佑这个特征 他演唱会有好几千万人涌进去 其实也有一个代表 就是说 现在听罗大佑歌的那些人 基本像我这个年龄的 就是中老年居多 就是35岁以后的这批人多 这批人实际上在疫情风控以来 包括现在经济不好 他是社会的主力 也是各个家庭的主力 上有老下有小 正是这个时候 那么你疫情不好或者经济不好 有财源各种各样 其实最焦虑的就是中年人这批群体 这批群体是特别焦虑的 哎呀得考虑孩子 你看天天关在家里面 还得上网课 哎呀孩子你看这愁的 你把孩子的很多焦虑放在自己身上 父母老年人 哎呀爸妈可别感染了 哎呀他们没有菜怎么办 没有吃喝物资跟不上怎么办 也把那些焦虑绑在自己身上 所以中年人是最大的焦虑的群体 在国内来说 所以罗大佑这个演唱会 包括前一段时间的推荐的演唱会 其实也都是这个年龄段的这批人 需要心灵上的这种舒缓释放 他们想在压力和焦虑的 这么这个期间找到一些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出口 一些当时的这种青春岁月 一种美好的一种怀念 那个时期多好 就愿意听听他们的歌 听听他们的演唱会 所以罗大佑也是在这期间 属于精准发财代表 那么刘庚宏也算 刘庚宏呢 其实他原来是这个健身教练 但是他的这个身上符号很多 他也是艺人也是歌手啊也是健身健身达人 同时呢他也带很多的人啊 参与他的健身的活动 那么在疫情风控官在家 他没事在抖音上的发发跳槽的这一下 跳槽看的人多啊 他那个动作自己设计的音乐配的有节奏感 音乐配的周杰伦的一些歌曲 所以呢 一下就窜红起来 这一窜红起来呢 正好啊 中国政府 共产党一想一看 能为我所用 正大家关在家里焦虑的没辙呢 哎 你这么一跳槽 这把这个风控在家 这事变成正能量了 你带大家在家跳槽 哎 搞好身体健康 这多正能量的事啊 哎 马上人民日报跟他连线 正解了这个大家在家无聊的这个这个这个事 所以呢 赶快刘庚宏一下窜红 刘庚宏好像现在说他的这个广告代言都涨到五百万了 几百万已经涨得很快啊 然后像他这种啊 所以呢 就在疫情期间啊 现在包括风控或者经济不好 很多人都有这种焦虑啊 那你锻炼锻炼跳跳操 每天锻炼锻炼身体 这多正能量啊 说到哪都是都是政治正确正能量啊 所以人民日报连线他 刘庚宏呢 我觉得也算是无意当中 一下踩着一个一个大彩蛋 一下就火箭就升天了啊 所以他属于精准发财代表啊 人也应该啊 人也应该 精准发财代表 还有一个呢 群体呢 是真性性代表 真性性代表呢 我觉得是李立群啊 李立群这老头 我觉得挺厉害啊 我挺挺佩服他 虽然呢 他是在大陆挣钱啊 这个拍戏什么的 但是就是最近啊 疫情风控在家 他已经被关了 可能快六十天了啊 他那个每天都发抖音 你能从他的那些内容当中看到 他的心情一步一步的变化 以及他真的在这种高压的情绪 和这种舆论管控的情况下 还挤出那么一点点的性情啊 就能看得出来他的不满 他的压抑 他的愤懑啊 作为一个公众人 唯一演员 一个想在中国大陆挣钱的台湾艺人啊 他敢这么说 敢这么隐晦的表达 我觉得就已经值得佩服了 你不应该给别人太高 太多的这个要求 他他当然不能再过分 再过分他直接被封杀了啊 所以呢 我觉得他已经算是真性性了 所以我觉得这老头不错啊 当然呢 还有一个代表呢 就是这个这个趁热吃屎代表啊 趁热吃屎代表主要是以黄安啊 这个为代表的啊 趁热吃屎派啊 当然他的吃相呢 太难看啊 他的这个趁热吃屎 他吃的量太大 吃的量太大呢 还有这有的时候 那边刚拉出来 他马上就吃啊 所以这个比较恶心看起来 当然他在这个微博上呢 也有的时候发一些 偶尔触碰到他利益的小不满 其实他也全明白 所以这种人是最讨厌 最恶心的这种 就趁热吃屎的这种 你看他我看过他的微博啊 他有的时候发什么这个 因为他是台胞症 然后呢做什么核酸检测 没有及时给他的报告 然后他又不能买火车票了 也表达几句不满 然后就就就就就就过去了 然后呢 他又发过一个微博 说他有个亲戚还是朋友 有一套房子 因为经济不好 他那房子呢 从原来的原价几乎是腰砍啊 腰斩一半 那个朋友也还不起这月供了 要法派了 所以呢 让找到黄安说 你有钱你能不能把这套房子接过来 我就半价卖给你 咱也算朋友还是怎么着吧 就是你算捡个便宜 我就别法派了 黄安呢也是觉得哎呀 我觉得那地段不好 其实他也知道 那那破地方 那这砍成这样能能要吗 他一点都不傻 他就绝对也不能要啊 所以呢 这属于趁热吃屎代表啊 偶尔能能能能能能看见 他的一点点的这个 稍微有点想不吃屎的那种状态 偶尔露出来一点啊 所以他是属于这个代表 那么在这个 还有呢 这个血本无归代表啊 就比如说这个张庭林瑞阳这夫妻 这也是台湾艺人啊 张庭林瑞阳呢 他因为呢 其实他不光是疫情的原因 他是从去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被这个媒体和负面的一些负面消息啊 说他涉及传销啊 然后再有一个呢 他这个被已经被政府盯上了 要罚他啊 所以呢 现在他又开始提出这个反诉啊 反诉的这个案子啊 但是我最近呢 看到张庭的发了一个求生欲满满的微博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自己公司呢 发了一个声明啊 他转发了他自己公司的声明 这个声明说呢 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注意到 有关媒体近期对我司涉及石家庄玉华区行政复查案件的报道和评论 少数人试图离间台商对大陆的情感 动摇台胞对大陆投资和法治环境的信心 其目的不可能达到 作为台商企业 我们始终对大陆法治和投资环境抱有信心 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关爱啊 然后他自己呢 转发了这个这个代工章的这声明之后呢 又写了一句话 达尔威公司遇到法律纠纷寻求法律保护 充分证明达尔威公司尊重并相信祖国的法治环境啊 这是一个求生欲满满的微博啊 能看得出来 因为他这个说反诉这个去行政服役这件事呢 在国外呢这些媒体上也发表啊 有的说他自己说 他说什么韭菜长大了 或者猪养大了要宰了 怎么样的啊 但是他现在去来否认这些言论啊 但是他我觉得他也是纯啊 就是你你你你跟大陆你去搞行政服役的话 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不会有成功的啊 他那些扣押的那些钱的资产的 不会有任何这个解封的可能啊 因为首先他这个涉及到这个传销的一个敏感的领域啊 这个东西你在中国境内谁都不会支持你啊 就是中国人也也也很烦感穿销 再有一个呢 现在地方政府没有钱 穷的叮当响 地方政府很多钱都发不出去了 工资都一一再的减也好 或者延也好 地方政府没有钱啊 你的钱扣在那儿 他跟你跟他耗得起嘛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啊 有任何解决的可能 所以呢 这是我说的几种类型的代表啊 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台湾艺人啊 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 那么这些台湾艺人呢 其实在中国大陆的这个 挣钱呢 其实他们有三种语境啊 他们知道的有三种语境啊 第一个呢 首先你必备的条件就是不能乱说话 就是你不能在这个政治社会实证领域乱说话 在中国境内不能乱说 在中国境外也不能乱说 只要你在中国是有影响力的 要在中国挣钱的 你看他在海外在台湾在哪 他都不能乱说话 所以呢 他们要这是一个必备条件啊 首先在这个实证领域 把他的这话语权啊 对社会的啊 这个这个各种这个 他的这代表啊 一律不能乱说了啊 就凡是这个中国政府不喜欢的 这些言论一律不能说啊 这是第一个这是必备条件 第二个呢 再上一个台阶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他要能够做到呢 和这个共产党啊 中共政府中国政府的这个话语的语境的一致 一致的这个语境是什么呢 就是说哎 你比如说你多说说我们支持两岸统一啊 两岸一家亲啊等等 你要把这些语境呢 要符合啊中国政府的需要 觉得你看这是一个对统一支持的艺人啊 所以呢 这是又上一个台阶了 那么还有一个台阶 还有一个台阶呢 就是能够灵活应变啊 高度的去舔啊 去赞美 赞美伟大的共产党啊 赞美中国政府做的都对啊 比如这个就是黄安啊 黄安这种 当然黄安就是有点腻了 有的就是国内的很多的网友也都讨厌他啊 就太腻了啊 主要的他的工作 这黄安主要就是天天骂台湾啊 然后呢 这个赞美共产党啊 这有点腻了啊 万子良当然也是啊 万子良 这也是 万子良香港的啊 就是他们这些呢 基本的也都属于像黄安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过气艺人 那你在中国想挣钱怎么办呢 那你就走到最高的台阶上去啊 你走到最高的台阶就是这种趁热吃屎代表啊 你要一定要走到那个阶段才可以啊 那么这些台湾艺人呢 其实他们呢 在这个中国呢 比大陆的艺人啊 要容易的多 为什么呢 大陆的艺人身家家亲属你的身家 你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大陆 所以你不能乱说话啊 就是最好就是什么也不要说 除了工作之外的业务之外的事 一律不提啊 你必须得这样 所以你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微博啊 抖音上 疫情风控以来 几乎没有什么大陆的这个艺人啊 去发什么东西 尽量都少发或者不提啊 或者提就是我自己业务范围内的 比如郭德刚啊 于谦啊 人家就提自己范围内的事啊 然后你像被控在上海的 关了这么长时间的大陆艺人啊 几乎没有敢说话的 没有那个谁 呃这个这个 呃 呃 王健林那儿子 那个谁 王王王王什么 就在嘴边上啊 这不最近也不说话了吗 也不能说话了 呃 这个这个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们比大陆艺人啊更容易 那么在这个最早台湾艺人呢 进这个大陆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呢 是受到了台湾啊 台湾的这种开放的娱乐文化市场和公司的这种训练 他们懂得包装的方式啊 造型的方式 营销的方式啊 怎样和媒体和观众和粉丝打交道的方式 他们是正经历过这种成熟的训练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环节上比大陆要早很多年 所以他们要感谢啊 台湾 其实台湾的这套文化娱乐方式 文娱产业的运作啊 经济公司等等 也都是来自于欧美 也都是来自于欧美的这个 这个王思聪啊 刚才我想的名字 王思聪 王思聪 在朋友圈发完现在就不能再说话了 他在在在在胡乱 再敢说话的话 估计就该给他有有有有有有手段了 当然王思聪我是要给他鼓掌的 也是条汉子啊 然后呢 这个台湾那些艺人 他是经历过早期啊 台湾这种成熟的经济公司啊 运作包装 其实这种方式呢 也是来自于欧美 所以他们要感谢啊 台湾有这种开放的这种制度 使得他们能够在这种现代的 娱乐运营体系下成熟啊 这个出名啊 如果台湾当时也是按中国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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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意识形态管理了 什么什么 对那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创作范围 有有要求啊 审查啊 等等 他们也不可能能够成为明星啊 能够成为对大陆市场有影响的明星 所以呢 他们要感谢台湾给他们这种机会 其实也是由台湾的这种开放啊 这种这个开放度造成的 所以呢 他们最早出名的 当然在大陆呢 他们没挣着钱 但是他们挣着的是明啊 因为他们这些 你包括罗大佑啊 什么这些人 他们最早的那些音乐 大部分都是以盗版的形式 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啊 你包括最早的邓丽君 那全是盗版形式出现的啊 所以呢 这些盗版的形式出现的呢 那么使得他们呢 就挣不着钱啊 没有钱挣 在大陆市场你们没挣着钱 但是他们挣着了明啊 他们能在随时可以出现在大陆市场 直接变现啊 因为你包括最典型的这些例子 这些歌星啊 很多都是原来在台湾很有名 在国内大家都深入人心的知道 但是通过正常的这个渠道 他们没有到过中国大陆 包括这个谁周星驰 其实周星驰最早在北京大学院的演讲啊 在网上很有名啊 那个北京大学院的帮孩子 拿他的那段台词当成爱情圣经啊 就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大家去朗诵啊 一起朗诵 周星驰也很震撼 当然他自己也说啊 你们看过我的很多电影 但是我的电影没有在大陆放过 我知道你们都是看那种盗版来的啊 大家就笑啊 但是他们这种都是一样 他们在中国没挣着钱当时 但是他挣着名 他随时可以下场变现啊 周星驰也是一样啊 所以呢 他们到中国可以随时变现 而且他们其实在台湾呢 可以就是说在慢慢过气了之后啊 在这个大陆也可以变现啊 因为他当时已经在中国有 黄安就是比较典型的嘛 所以而且呢 这些台湾艺人呢 他们深知政治是怎么玩的 因为台湾呢 已经有这种比较成熟的两党竞争啊 竞选啊 政治的敏感度啊 在哪里 而且大陆当时 那就是台湾报道了很多大陆的政治的气候啊 怎么回事 他们深深的知道怎么跟大陆政府打交道 你比如说现在派一个中国明星说去北朝鲜开放了 到北朝鲜去挣钱 他绝对知道怎么面对金正恩 怎么要赞美金正恩 才能得到北朝鲜的市场 所以这个东西 他是他们有先发优势的 所以这些台湾艺人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精的 非常精 极度精明的 比大陆艺人强多了 大陆艺人没这个条件啊 大陆艺人被逼的 被挤压的那个空间更小啊 你像台湾艺人 在大陆说什么话都没有后果 都没有后果 你在台湾 你在大陆 你只要不说 如果伤害中国政府的感情的话 你再怎么骂台湾都可以 你怎么骂台湾政府都可以 你回台湾还照样大摇大摆 有吃有喝 完全没事啊 但是你如果敢在中国说 那不行啊 所以这帮台湾艺人他们知道 所以他们我觉得可以做的更多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李立群的老爷子呢 挺厉害 我觉得挺不错啊 挺牛啊 他敢这么说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 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有有两个朋友 在这个上海啊 上海的朋友 跟我说过 上海当时的这些台商吧 就说台商啊 这些台商也是很精明 这帮台商很精明 他们知道怎么跟大陆政府打交道 包括当时台商呢 在他们的圈子里 兴起来一段呢 就是买红旗轿车的风潮 就这帮台商呢 都去买红旗轿车 为什么呢 哎 大陆政府看着好看 而且呢 觉得你看我到中国来投资 我开红旗轿车啊 你看 是不是给你们共产党摇旗呐喊啊 哎 他有这种感觉 所以台商是精明中的精人 精明中的这个这个人精啊 而且当时呢 就是现在也一样 就中国各地呢 都是有这个台办的 台湾事务办公室 各地的台办呢 下面都会管辖一个呢 叫台商协会啊 台商协会就是在本地区 投资的这帮台商 得加入这个台商协会 如果你这个台商到中国去投资 你在你比如说你在北京 没有加入那北京的台商协会 那么哎 就就政府就会盯着你点 哎 你怎么不加入这协会呢 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像这种台商协会 也都是统战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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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拢吧 就是统战的工作 占大多数啊 跟国外这些什么老乡会啊 同乡会同学会啊 一样 像美国这批什么同乡会 老乡会 什么什么全美青年 什么联合会 烂七八糟 这些全都是这个使领馆 这个统一部署 统一组织的啊 都是他们的这个这个分支机构啊 所以呢 也是统战部门啊 统一协调系统下的 所以这台商协会呢 也是一样 所以呢 这些台商也深知 怎么跟大陆打交道 那么现在疫情期间呢 就这帮台湾艺人 在中国啊 真的是喜怒哀乐都有 几家欢喜 几家愁 那么这也是我最近看到这社交媒体上 这帮台湾艺人挺活跃的一事啊 聊几句 好吧 拜拜 拜拜